这个大学还有没有必要继续读下去 那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那必须得读 有人说读完大学也找不着工作 还读他杠 其实读完大学 你有了一个大学文凭 你也不要期望过高 咱就说一句话 什么东西都是物以稀为贵 你多了他这含金量就下降了 现在大学生的含金量也下降了 其实现在那个大学毕业 你有那个大学学历 你本科也好 你是研究生也好 充其量 你就是属于一个合格的打工人了 你要没有大学毕业证 你打工 有可能很多地方都不要你 因为现在大学生太多了 他招人他就得从大学生里边去找 是不是 你都是大学毕业了 百分之 咱不能说百分之九十 反正很多 每年那一千多万 那你说 大学生那么多 那我开一个厂子 我开一个公司 那我招人 那当然我就要求大学协力 他以前呢 他不能说提议说 如果招人我就招大学协力 没有那么多人让你招 没有那么多大学毕业生让你招 你现在你看 实际上你做的工作呢 还是原来那样的工作 说白了 就是说你大学毕业做的工作 和那个初中毕业做的工作差不多 别说那你说的有点太夸张了吧 你不是夸张 事实上就是那样 除非你是特别是那个重点大学的 就是那个那几所知名的大学 你能找着稍微说的 像样一点的工作 你要说其他的那大学 你拿到那个大学文凭那天起 你就不要过高的期望 那你就是一个合文的大工者 有人说那我不大工 我可以考公园 考教师编制 或者说的那个考事业编 那个挺难 挺难 现在呢 以前的考教师的 前几年的考教师的 还比较容易一些 现在啊 所有的人都想到这一点了 教师的工资稳定 还有寒暑假 而且呢 现在呢 对教培机构的打击挺严厉的 你要说不考进正式的公外学校的 有事业编制的老师 那你说的 我自己开个辅导班 不行啊 不允许了 所以说 那你想当老师 就得考教师编制 是不是 那也不打好考 是不是 考公园 那更是 千军万马 过独木桥 现在呢 就是说啥 你考上大学 有了大学文凭 并不意味着说 你就是 走向了人生巅峰 那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你拿到大学文凭 现在呀 你就是 拿到大学文凭 是你这个人生的 咱不能说是一个人生的 必然的这个经历 但是呢 也基本上大多数 很多孩子 这个都有大学文凭的 那很多人都有的东西 那他就不稀奇了 他也不吃馅了 说白了 你也不要说以为 我大学毕业怎么怎么毕业 你现在你说出你是大学毕业 别人说 大学毕业 你看你就是这种态度 是不是 你很平常 不感到惊讶 你也说以前往前推个二三十年 假如说你跟别人谈话 他说你什么学历呀 你说我在哪儿读个大学 不论你那个大学是什么大学 只要你提大学俩阵 你有大学文明 那别人就会投来羡慕 甚至用崇拜的阳光来看着 你看 这还真不错 你看看人家有大学文凭 人家是大学毕业生 聊不得 竖起大拇指 聊不得这个 你现在你大学毕业 没什么稀奇的 就很平常 很正常 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是不是 那一年一千多万大学毕业生 你那是 你是一千万分之一 那是你有什么稀奇的 是不是 那说一说 你现在呀 你要是说跟谁说 哎呀你家孩子上大学 没有 没口上 没念 打工去了 你这么一说 别人还挺清亮 哎呀你家孩子 是不是 咋的事 没上大学呢 你现在都上大学 你咋没上大学呢 哎你看 所以说 现在上大学是一件 很稀松 很平常的事的 没人把你上大学 说因为你有了大学文凭 高看你一眼 上大学有大学文凭 有大学学地 就是你 打工 上班的一个 必备的一个 前提条件了 啊他已经是成了一个 必 必备的一个东西了啊 就是人人都有大学文凭 但是你没有还不行啊 你虽然说说大学毕业了 也不一定能找好找工作 那你要是没有大学文凭 那同样 那那那那反过来说 你那好工作更找不老了 说白了 现在就是说这个 不是说因为你这个说大学毕业了 说大学生多了不好找很多 而是因为那个就业的岗位很有限啊 特别是说 特别是说适合大学毕业生来做这工作 其实很多大学毕业生毕业以后啊 以前他都干什么呢 做房产销售啊 那房地产呢 前几年 前几年火热 这就是吸收了很大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啊 做房产销售 然后呢 还有那个干什么呢 做教培 实在找不着工作了 租个房子 开个辅导站 你现在这两样都不行了 房地产 咱们不用说 那啥样 那啥状况呢 还他招人呢 他还他都往下 辞人的是不是 那得辞退一部分了 那你大学生 这很大一部分啊 然后呢 这个教培 又甩出了很多人的部分 所以说 然后你这些本身这些 能吸纳一部分大学毕业生的 这这两个 这个啊 这两块 然后呢 他往出 他不单不吸了 还得往出甩呢 然后再加上新毕业大学生 再加上这几年 这个疫情 你说很多企业 他都不招人了 他往下辞人呢 他招人 你就是说 你这几年大学 毕业了不好就业 这是很正常 另外你大学毕业的 很多孩子啊 这小年轻的 有点好高骛远 不务实 那个 看上去不好的工作 不体面的工作 他嫌丢人 我堂堂一个大学毕业生 我怎么能干这种工作呢 他不干 那怎么怎么 那他还得活着 他都大学毕业了 那怎么着 他那 回家 看老子 说是 高不成低不就了 好的工作 好的在位 你不绕他 那不好的工作 他还看不上眼 这工作我 大学毕业生 我能干这工作吗 哎 怎么怎么的 啊 不干了 嗯 就是这样 你说 然后就得回家三老 实际上啊 很多这个大学毕业的孩子 他没看明白一个事啊 咱就说啥呢 你大学毕业也好 你是研究生毕业也好 你 没有什么人脉 没有什么资源 没有什么背景 你大学毕业 你充其量 你就是一个打工的人 只不过你打工的地方吧 能比那些没有大学文庭的人 稍微好一些啊 稍微好一些 嗯 就是打工的啊 比如说我做办公室也是打工 做办公室 你就不是打工的 只不过人家工地搬出完天是 动体力 你做办公室啊 写点材料了 或者说的 搞一个设计 不说什么 总之 那你也是打工的啊 你只要不是自己当老板 那你不就是打工的吗 是不是 那就是打工的啊 你要是进体制内面 那算是正式工作了啊 你不进体制内 你得私企外企 还有什么企业 你就是打工的啊 你要进国企 能稳定一些 那比较好 所以说就是这么回事啊 你要看清形式 就是说你就记住一句话 永远生存是第一位 工作无所谓什么好工作 不好工作 你先干起来再说啊 在工作当中摸索着干 积累经验啊 先自己养同自己 你说你很多大学毕业生的孩子 他非得说我大学一毕业 我就必须得做那个 体面的工作啊 月薪得过万啊 要是说 开个三千五千的 我不干 哎呀 都想做好工作 好工作就那么些 好工作也不是给你预为 是不是 哎 如果你的家庭背景一般 你的人脉也没有 你资源也没有 那你大学毕业 你就赶快啊 找一个谋生的 你再回家啃老 你的父母 假如说是农村也好 是城里的上班一族也好 那你说他们 供你上大学 辛辛苦苦的 苦着熬着啊 省私兼用 勒紧裤腰带 省出点钱 供你上大学 然后你大学毕业了 你还不参加工作 你认为那工作不好 你说你这样一搞 你的父母得 增加你父母的压力 是不是 你得让父母呢 省省心 不能在那个任意里胡来了 什么工作好赖 你没有资格挑工作 是工作 不过挑你 不是你你选工作 而是你找工作 不是说这些工作都在这等着你 你选这些上来的 你没有资格挑 你大学毕业 你那张文凭啊 就是你打工的凭证 就是人家这个公司 或者说咱们代位 什么什么企业 你有大学毕业 最基础的就是招人家条件 你得大学毕业 那又说白了 大学毕业就是你一个打工的一个必备条件 不要期望值太高 期望太高 失望于一个越大 是不是 就是这么回事啊 你就大学毕业了 你赶紧去找工作啊 什么好工作赖工作 工作无所谓好赖 就是因为 你不要好高顾远啊 不要总想着啊 我这月薪两三万啊 再不及也得月薪过万 哪有那么多好工作等着你啊 那人人都月薪两三万 那可能吗 他不惜爱自己的事啊 就是你大学毕业了 你就是一个充其量 你就是一个合格的打工者啊 那你就得做好打工的准备啊 你实在不行 那你考公务员 公务员他挺难考 你要考不上 你就赶紧找个正经班上啊 你不要那个执着于这条道啊 虽然说公务员 但是公务员吧 开地也不多 特别是你 如果考上一个基层的公务员 一个月 三十千块也就那样 你要是如果你要是一个男孩子 你都养不了家 是不是 是不是 就那么回事吧 公务员也未必就是工作的首选 但是你相对还是比较好 但是反过来说公务员他太难考啊 有一种一个岗位 都甚至一百个人去整去报考 你就能保证你 您是一百个人里边第一啊 挺难啊 所以说那你就得大学毕业了 你就做好把工具准备吧 说别的也没啥用 千万别回家啃老 回家啃老啊 你不要说那我做那个工作不体面 丢人 那不丢人 靠自己养护自己 一点都不丢人 真正丢人的就是你大学毕业了 你身强力壮的 你不出去上班 然后呢你在家啃老 还吃你父母喝你父母的 让你父母歇一歇吧 他供你上大学 从小学开始供你 这十多年啊 甚至说的二十来年这个光景 你说你父母得为你付出多少 你还不让你父母歇一歇 你还吃你父母喝你父母花你父母的 然后呢你还嫌你父母没能 你看谁谁谁人家工作都给找好 那你那那那你比不了 那你这个东西你永远也比不了 那就是那么回事 咱也别叫那个字也别叫那个劲 你个人你跟大环境 这个社会环境你叫不了那个字 这个字你能叫吗 你能扭软呢 所以说你也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啊 你父母都是农民也好 都是上班也好 那你也就是上班的呗 是不是你还能 除非你脑子特别聪明 考上特别那个 顶尖的大学 那你有选择的意义 你要是你普通大学 哎呀你大学毕业 你有大学文凭 充其量 那你就是一个合格的打工者啊 不要那个 把自己看得太高啊 那你看得太高 人家别人不应可 说是人人别现在 谁还说说你说你是大学生 谁还在说高咖你一眼呢 你你大学生你 你没有大学文凭人不要你 那说白了是啥 你这个大学毕业证就是 打工的准入门槛而已 啊 没有说 像以前的了啊 我大学毕业了 我就是人像人了 我就飞黄腾达了 我前途一片光明了 没有那事了 以后也不会有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是一种情况 除非你脑子特别聪明啊 你就是出类拔萃 你就是说 呃 那样的孩子毕竟是少数啊 就是说呢 大多数人呢 智力呢 基本上都在同一水平啊 那你 大学毕业 其实啊 你能 呃 完完全全的 读完那个大学 把大学的课程学的差不多 那你已经就是说很好了啊 有的孩子 呃 初中高中的时候学习都挺好 到了大学放纵的啊 然后呢 大学的学业就荒废了 然后到大学毕业了 他还赖着说 你找不着好工作 那都是你自己是不是 哎 你不重视学业 然后你还想找好工作 哪有的好事都等着你啊 你还想轻松 还想快乐 没有压力 一点都不学 然后呢 还想好工作随便挑 没的好事 行行吧啊 说白了 你就是重规重矩的 勤勤恳恳的 把这个大学读完 把大学毕业证拿到手 你这个大学文凭 就是你打工的一个通行证 打工的一个凭证 就说白了 你有大学毕业证 人家用人单位呀 或者说公司企业呀 一看啊 你是大学毕业的呀 行 给你个面试的机会 你没有到大学文凭人家 不搭理你 是不是 你 所以说你不要把自己 看得太高啊 人你永远 你都记住一句话 你放下身段 你是低调 低调 你不要认为 哎呀我大学毕业生 现在一年一千多大学毕业生 你就是那千万分之一 啊 就是很平常一件事啊 说说白的就是这样 所以说呢 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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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